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破旧旧的 而且她每个月月初都给我脸色看 我知道她肯定又缺钱了 真不懂 一个女人在家就带带孩子 能花多少钱 一个月两千元 怎么就一分不剩呢 我今晚就不回来吃饭了 宵夜给我煮一碗皮蛋瘦漏粥 我喝酒回来要喝 我夹着菜说着 最近盐不用钱吗 炒个菜都这么咸 听到这 她放下手中的筷子 没有给我一点眼神 站起身 将所有菜都扔进了垃圾桶 你不爱吃就别吃了 陈玉琪 怎么 钱都给你转过去了 你还发什么疯 这女人真是更年期了 钱都给了 炒个菜都炒不好 还多发脾气 真把她灌上天了 出去问问 哪个女人有她幸福 做女人做得这么享福 还有什么不满的 瞪着我干嘛 不服气是不是 就在家带带孩子做做饭 享福做个阔太太 你有什么不满的 你不知道我要出去打拼 出去赚钱养家 有多累吗 这福气我给你 你要不要 你在家做家务 带孩子 我每个月给你两千 居然敢反驳我的话 哪有男人在家的 自古以来男主外女主内 不可理喻 我干嘛跟一个家庭主妇说这么多 他本就无理取闹 我拿起桌上的手机就往外走 真是一秒都待不下去了 哼 女人 惯着她干嘛 给点颜色 就想开颜料场 给点阳光就灿烂 老婆 我的粥呢 半夜我喝完酒回来 家里一片漆黑 电费能有几个钱 连一盏灯都不给我留 一点嫌妻两母该有的样子都没有 今晚兄弟带出去的女朋友 哪个不是腹白貌美大长腿 对比我家这个 曾经也是校园女神 当初追她的时候花了这么多心思 早知道她保质期这么短 当初就算了 孩子都生了 还奢求什么 像我这么大度的好男人 真不多见了 我开灯走进厨房 电饭包里 还放着中午凉嗖嗖的白米饭 说好的皮蛋瘦肉粥呢 陈玉琪是要反了呀 我按着太阳穴 捂着喝完酒不太舒服的胃 坐在餐桌前才发现 中午的碗碟都还没有收拾 旁边的垃圾桶被打翻了 地上都是家里猫的脚印 还有食物被拉出来的油剂 这么脏了 都不知道收拾收拾 肯定又躲在房间里面追剧了 这女人真的越来越懒了 我走到房间外 猛地打开门 一定要好好教训 教训她才长激性 可门开了 陈玉琪却不在里面 我打开了灯 床铺很乱 是我走时的样子 啊 女人 有钱就开始翅膀硬了 早知道就不给她赚两千元了 什么都不收拾 还学会夜不归宿了 肯定又是她那八卦姐妹 叫坏她了 早就跟她说了 别跟那些人来往 好好在家享福就好 出去工作抛头露面 有什么好 老说什么要经济独立 女人也能顶半边天 她也不看看自己的实力 她那些闺蜜 出门做生意 谈业务 游走这么多男人之间 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以后有谁敢娶她 肯定又跑去找他们完了 等她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她 第二天一早 家门开了 我就知道 她硬气不了多久 陈玉琪 我说你可迎恋而来的 不是我老婆 而是我老妈 老妈身后是我老爸 在抱着我儿子 我还以为 儿子跟陈玉琪在一起呢 原来把小孩 扔得我爸妈 再出去外面野了 她都不知道 爸妈一把年纪了吗 妈 陈玉琪呢 我还想问你呢 昨天玉琪带着安安过来 说让我照顾一晚 话没说完就急急忙忙走了 我跟你爸这把老骨头 都快被安安折腾坏了 我妈妈一边捶腰 一边在客厅和厨房里转悠 怎么这么脏 你又是惹玉琪生气了 不是我说你 收起你这大男人主义 现在都二零二三年了 你 妈 你别说了 我急忙打断她 不然又要开始唐僧念经了 我哪敢惹她生气 我昨天才给了生活费 她拿着钱出去玩了吧 真不懂我吗 每次我们两夫妻有什么事情 她第一时间觉得 错了人总是我 两条胳膊都往外拐 到底我是她儿子 还是她是她女儿 我躲回房间 从床上拿起一件衣服 刚套上身 湿大大的 一股猫的尿骚味扑鼻而来 家里的猫趁我不在房间 竟然敢跑我床上撒了泡尿 陈玉琪 你都坐前一时 喊着我老婆的名字 但话刚到嘴边就顿住了 踏马的 真晦气 连一只猫都交不好 一整天在家 都不知道做些什么 人家视频博主带的猫 哪只不是会听懂主人的话 个个乖巧懂事 这猫现在跟陈玉琪一样 无法无天了 我脱掉衣服 打开衣柜 这才发现 衣柜里 陈玉琪的衣服都不见了 出去玩 至于把所有衣服都戴上吗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儿子你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儿媳妇的事了 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 猝着眉头看着我的床和衣柜 再次笃定是我的问题 她就是太矫情了 说她吵得菜太咸 就发脾气 真不懂我妈 为什么有错的就一定是我 像我这么顾家的男人 怎么可能有错 她就是太不贤惠了 你是要去上班吗 你顺道送安安上幼儿园 我跟你爸爸就先走了 妈妈没有接着话题 走出房间 老头 我们该走了 还约了医院的号 要去看妖呢 好好好 原本在陪安安玩耍的我爸 放下玩具 站起身来 安安 爷爷奶奶要回去了 在家要听爸爸的话 我刚出房门 我爸妈就关门走了 陈玉琪真不懂事 爸妈年纪大了 还要让他们帮忙带孩子 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尊老 什么是孝顺 看着凌乱的厨房 餐桌 客厅 心里乱极了 这人走就走 走之前都不晓得打扫完再走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我走到餐桌上 拿起一个碗 算了 我还要上班 还要带安安上幼儿园 这些东西 等他回来再处理吧 安安 要去幼儿园了 我拿起安安的书包喊着 安安也不让人省心的 他抱着猫 一听到上学 就哇一声哭了起来 手里的力度更大了 猫吃痛得四肢乱踹 后脚的指甲 刮到了安安的手臂 安安哭得更厉害了 安安的手臂 被划了四条红痕 有一点点破皮 索性的是 他的指甲有定期修剪 不然这划下去 是要见血的 也不知道要不要打狂犬疫苗 真麻烦 陈玉琪连一只猫都教不好 真不知道 平时在家干什么的 我抱着安安 在药箱里找到一支消毒水 拿着棉签就给他消毒 结果这一下下去 安安哭得更厉害了 唉 居然把儿子养得这么娇滴滴的 一点都不像我 男子汉大丈夫 忍住 别哭 被他哭得很烦 好不容易哄好儿子 送到幼儿园 去上班也迟到了 这个月的全勤没了 迟到三十分钟 这半天工资也没了 都怪陈玉琪 要不是他出去夜不归家 我哪有这么多事 我气愤地打他的电话 可是一直没人接听 微信他也一直没回 陈玉琪 你再这样就别回来了 话刚发送 就收到了红色感叹号 他居然敢把我删了 很好 没有我的钱 我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 你不跪着跟我道歉 你就别回来了 真不懂 一个傻逼会议可以开这么久 难道开会就有订单吗 难道开会就能让灵魂升华吗 浪费我的时间 这还不是谋财害命吗 会议结束回到工位 我才发现 手机显示几十个未接电话 哼 现在打电话过来 道歉已经晚了 陈玉琪你不好好补偿 我和道歉 别指望我原谅你 可当我打开最近通话 都是一堆不认识的电话号码 其中夹着我爸妈的电话 我挑了我妈的电话 打了过去 还没说话 电话那头就噼里啪啦一顿骂 江明杰 你是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最迟五点半 就要去接阿安放学吗 你让阿安在学校待到七点半 你脑袋是被驴踢了吗 接儿子 这不都是陈玉琪该做的事吗 这一天天的 他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吗 发他的大小姐脾气 连自己儿子都不管不顾了 真没想到 他是这么凉薄的人 从我爸妈家接回了阿安 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回到家 推开门 整个家一股难闻的味道 陈玉琪你 顺口喊出声 又马上止住了 差点忘了 那婆娘翅膀硬了 跑外面了 我拿着我儿子的电话手表 给她打电话 就算是儿子的电话 她都不接了 有种 真有种 这么反骨 死在外面就别回来了 哄睡阿安 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真不懂这个小孩子睡前 要听正多睡前故事 要不是用竹子打她手 她还不愿意睡觉 还一股劲的找妈妈 她妈妈出去也了 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 我回到房间 一股猫尿味 让人犯恶心 我将床单被子换了下来 就连床垫也湿了 黄黄的粘液 翻遍了整个房间 也找不到可以替换的床单被褥 我打开窗户通风 靠在窗前 点了支烟 这一天天的 啥也不是 第二天 我被一个电话吵醒了 备住老婆的电话 才两天就忍不住过来 道歉了吧 我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咳嗽两声 然后接听了电话 陈玉琦 才两天拟救 江明杰 我们离婚吧 离婚 她脑袋是瓦特了吗 还真以为自己十八九岁 香波波吗 离了我 还有谁会要她 陈玉琦 你以为你说 离婚我就会受你威胁吗 十点钟 你带上身份证来民政局 其他资料我都带了 电话那头 她并没有理会我的话 而是自顾自地说着 听着真让人恼火 真以为我不敢离婚吗 陈玉琦 你可别后悔 还没等我输出 她就把电话挂掉了 心虚 她肯定是心虚 想用离婚来要挟我 没门 我将睡梦中的儿子 直接抱起 将换洗的衣服塞进书包 直接将她送去幼儿园 本来打算迟一点 再去民政局 或者直接不去 把她晾在一边 等她再打电话过来认错的 但看到凌乱的家 还是把她带回来吧 像我这么大人 有大量的人已经不多了 当初要不是看她单纯 结婚彩礼才8888元 就算怀孕了 我也没打算结婚的 哪个男人不想多晚几年 婚前起码也是校园女神级别的 则哪知道女大事八变 她都成黄脸婆了 尤其是肚子那条条认身纹 还有肚子那道口 婚后的她跟婚前的她 简直判若两人 我坐在民政局门口 等了很久 已经10点25分了 跟约定的时间迟了25分钟 我就说她是在吓唬我 哪有约定好时间还迟到的 就是为了让我示弱吗 我站起身正要离开时 我才看到陈玉琪走了进来 她烫了头发 换了一身连衣裙 还有化了妆 东施笑评 自己有什么货色都不知道吗 又拿我的钱挥霍 怎么 打扮成这样子 后悔了 我插着口袋 笑着说 后悔就回家 家里都不知道乱成什么样了 请逼10886到3号登记台 办理业务广播声响起 陈玉琪看了看手机 走吧 到我们了 原来她是认真的 从民政局出来 我整个人有点懵 如果不是离婚一个月冷静期 今天我是会直接离婚 或者落荒而逃 不 绝对不是落荒而逃 陈玉琪就是算准了一个月冷静期 才这么肆无忌惮地跟我谈离婚的 想让我服软 怎么可能 明杰 你最近怎么了 总是心目在焉的 公司的HR戴思雨拿了一杯拿铁 放在我的桌面上 送你一杯拿铁 一周拿捏 有什么心事 都可以跟我说 毕竟照顾同事的心理情况 也是HR的工作 说着 她的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膀上 四是鼓励 又四是诱惑 我不由地抿了抿唇 戴思雨可以说是我的职场女神 看着她我就想到 一句话她的身材像一座山峰 高耸露云 风乱起伏 令人心驰神往 而且她就像一朵节语花 总是温柔地照顾着我的情绪 这才是女神的魅力 可比陈玉琪好一百倍一千倍 一万倍 如果戴思雨能做我的老婆 这戴出去多有面子 我拿起她送的拿铁 闻了闻 嗯 有她的味道 跟陈玉琪离婚 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这样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追求戴思雨了 她平时这么关照我 肯定也喜欢我 接下来一周 戴思雨总是有事无事地 以公司福利的名义 给我们组送奶茶 送蛋糕 送水果 而且每次来时 都站在我身边 我知道 她一定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 难道她知道 我要离婚了 我还是这么抢手 不像某些人 离了我 还有谁会要她 但像戴思雨这样的城里姑娘 财里一定很多吧 如果能像陈玉琪那样 先上车后补票就好了 这财里也省了 人也有了 江明杰 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接回你儿子 都这么久了 还没有哄好玉琪吗 难得的周六 被我妈一个电话吵醒了 真让人恼火 之前周六日 哪次不是躺到自然形的 我妈真是的 就照顾自己孙子 都这么不乐意 我忙着呢 你帮我带带孩子又怎样 安安这么大的人了 哪有这么难照顾 再说了 她都要跟我离婚了 还哄什么哄 电话那头 我妈气炸了 你要是敢离婚 就别回来认我这个妈 真是无理取闹 我挂的电话 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腰酸背痛 这厅长都坐了两个多星期了 太累了 趁着周六日 把卫生搞干净吧 可是要从哪里开始做起 看着发霉的锅碗调盆 凌乱的卧室 一地的邋遢 阳台恶臭的猫砂盆 还有一只灰色脏脏的猫 还是请家政吧 男人怎么能做这些 鸡毛蒜皮的事 可我找了几家家政公司 知道我家的情况后 要么不接单 要么要价太高 真是的 还不如直接去抢钱呢 搞卫生有什么难的 先从卧室开始吧 我抱着床单被褥 塞进洗衣机 这几张一起 怎么就塞不进去 真不知道陈怡琪 平时能做些傻 洗衣机都不舍得买大一点的 我又将床单被褥全部掏出 又塞进去几张床单 这一颗颗的珠子 是洗衣服的 买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浪费钱 要放多少颗 管它呢 反正都是洗 放五点六颗准没错 衣服也洗了 太累了 先打一盘游戏 什么操作都不会 选什么打野 辅助呢 快过来啊 靠 又输了 怎么越来越热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空调关了 停电了 我想用水凉快凉快 谁也停了 这物业停水停电 都没有提前通知 小李 你们物业停水停电 怎么不提前通知 你不知道大夏天多热吗 江先生 没有停水停电啊 我这边都没有问题 你看看 是不是水电费忘脚了 我打电话催过嫂子了 嫂子还没有脚呢 陈玉琦那婆娘 居然连几十块钱的水电费 都不舍得脚 这手机都快没电了 竟对我掌势做 喂 妈 这水电费怎么交啊 家里停水停电了 我说你 什么都不会 都不知道你除了吃 玩手机 打游戏 还会什么 电话那头 我妈的声音唠唠叨叨的 听了就烦 被她唠叨了半天 她才教我 怎么操作缴费 可点开页面 我靠 抢钱呢 物业管理费一至六月 一千三百二十六元 代收自用水费七月份 二百四十六元 代收自用电费七月份 一千零六十三元 代收电费供摊一至六月 二百七十七点六元 代收水费供摊一至六月 二百六十点五元 这一合计 就要收我三千一百七十三点一元 要交了这么多钱 越想越生气 这陈玉琦还拿了我两千元呢 不行 反正要离婚了 这钱要拿回来 有什么事 这次接听的出奇的快 快点把那两千块钱还给我 都要离婚了 还拿我给你的生活费 算什么玩意 电话那头冷笑 江明杰 你真以为你现在住着 是你自己买的房子吗 你不用交房租的吗 每个月两千的房租 你不会不知道吧 说着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很快 我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 申请写着房东 刚通过申请 房东就直接发来信息 下个月房租涨五百 好家伙 又是抢钱 两千五百的房租 我还不如去供一套房呢 我打开自己的网银APP 看着自己为数不多的余额 算了 租房就租房吧 大不了到时候回我妈家住 当初怪陈玉琦 死活要搬出来 跟我爸妈住在一起不好吗 还说安安大了 需要自己的房间 说这么多都是借口 唉 衣柜里没有可以换的衣服了 家里也太脏了 这时猫咪蹭着我的脚 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臭味了 咬咬牙 我还是请了家政公司 一共来了六个人 他们一直忙到晚上 说好的评价家政 结果加上买收纳的东西 一共收了我两千二百五十八元 这么多人 都要清理这么久 陈玉琦一个人在家一会儿就搞定了 他们就是故意拖延时间 为了搞我更多的钱 钱钱钱 最近怎么老是跟钱过不去 从前陈玉琦在的时候 我从来都不用考虑过这个问题 怪不得他老是给我脸色看 当我刚点好外卖 家门开了 我妈将安安送了回来 你爸跟安安玩 把腰给扭了 安安你自己带好 没办法 只能自己带了 外卖到了 我将点好的外卖 推给安安先吃 谁知道这小子居然不吃 妈妈说 我不能吃虾 你妈妈不在 我们少吃点没事 听到我的话 安安才放心吃了下去 但就一会儿 安安的脸上都是红疹 而且呼吸有点急促 以防万一 我给他涂了药膏 又让他多喝水 还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怎么办 我急忙打通了陈玉琦的电话 安安吃虾过敏了 我要怎么做 你傻吗 儿子吃什么过敏 你不知道吗 快带他去医院啊 好不容易来到医院 但安安的资料 我一样都不知道 索性陈玉琦来了 他无视我 直奔儿子 挂号 看医生 书页 一气呵成 我先回去了 安顿好儿子 陈玉琦就要走了 他老公儿子都在医院 他居然要走了 我紧紧地抓住他的手 陈玉琦 你要闹到什么时候 有台阶你救下 你不会真想离婚吧 他甩开我的手 前胸抱手 江明杰 你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不就是钱的问题吗 下月开始 多给你两千不就好了吗 这婆娘真的掉进钱坑里了 之前让他提点生活费又怎样 家里的东西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承担一点会死吗 之前我给两千元都能过活 我现在肯给四千元了 他应该感恩贷得了吧 你真是可笑 你一直觉得是钱的问题吗 陈玉琦仰头 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还记得安安两岁的时候吗 也是大晚上 他急性喉言 我让你带我们去医院 你当时怎么说的 小孩子哪有不生病的 刚吃了药 熬药就好了 你眼里就只有游戏游戏 你知不知道 那天我要是迟一点 带安安去医院 你的儿子就没了 现在不没事吗 你总拿从前的事来说是 有意思吗 一吵架就拿陈年旧事来说 听着就让人烦 我这次不第一时间 就送安安来医院了吗 还在这里说说说 江明杰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了 他就这样子 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我和躺在病床上的儿子 这女人真绝情 我都服软了 给台阶他下了 他还想怎样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我如期来到了民政局 快到我们的时候 我再次握住他的手 这一刻 我意识到 他是真的要跟我离婚 老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之后我会帮你照顾安 帮你做家务 我发了工资 都给你保管 他不屑地笑了 帮我 江明杰 你是过惯了舒坦日子 什么叫帮我 一个家庭 作为丈夫 你都还没有明白 作为丈夫的意义是什么 没了我 你啥也不是 如果不是为了安安 你以为我会忍你这么久吗 你就是一个 生活不能自理的王八糕子 如果当初 不是被你这人母狗羊欺骗 我会跟你交往 要不是你把我灌醉 怀了安安 我会嫁给你 我觉得我受到了侮辱 这明明就是你请我愿的事 当初他就是勾引我上床的 不然他喝醉了 谁的身上都不倒 就到我身上 离婚可以 儿子你也别见了 我知道他最疼安安的 安安在我手上 他怎么可能不妥协 好 什么 他愿儿子也不要了 你是不是出轨了 外面有人了 肯定是给我戴绿帽子了 不然一个家庭主妇 怎么有钱 不然他怎么敢跟我离婚 他肯定迅谋已久了 他早就踹了我好跟哪个狗男人在一起了 江宁杰 你真以为谁都像你一样龌龊吗 到时候你别哭着求我 他自己长什么样不知道吗 到时候也是被抛弃的份 为了好好搓一搓他的锐气 我很爽快跟他办好了离婚手续 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 似乎有点不太真实 当初他牵着我的手 一起走进民政局 出来的时候他还缠着我给他买一束花 我当时并没有买 我觉得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都是骗人的 还不如买一桶爆米花呢 现在拿着离婚证分开走出来 此时的他走到马路对练 为自己买了一束花 白色的连衣裙 在阳光照射下格外刺眼 啊 离婚就离婚 有什么好怀念的 他一个家庭主妇离了我 还能找到更好的吗 外面的男人也只会玩玩感情 等他出来被社会毒打 就知道当初我对他是多么的好 我看他净身出户 没了我 能过得怎样 离婚后 我第一时间就联系戴思雨 让他帮我修改公司登记的婚姻状况 毕竟我现在也是单身可聊 但我没有想到 戴思雨会这么心急拿下我 公司团建 他故意坐在我身边 还时不时逛我喝酒 我就知道 他一定对我有意思 知道我离婚了 就马上蹭上来 我的魅力依旧不减当年 看着他精致的脸蛋 真让人想要好好的亲一口 酒精的作用 催使我这么做 我捧住戴思雨的脸 就亲了上去 啊 意料之外 戴思雨居然反抗了 他一巴掌拍了过来 一巴掌把我打蒙了 我一把扣住戴思雨的手 我为了你 都离婚了 亲你一口 怎么了 敢打我 你真是 还没有等我说完 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睛的人 扯住我的衣领 把我摔了出去 他娘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站起身 只见总经理恶狠狠地看着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女朋友你都敢碰 原来又是拜金的晚意 毫不意外 第二天我收到了公司的辞退通知书 公报私仇吗 我气愤地看着我的领导 明明就是戴思雨先勾引我的 领导不屑地看着我 思雨可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她干嘛勾引你 贪图你离婚带娃 无痛当吗 还是贪图你没有脑子 拉她不洗澡 公司肯给你N加一的赔偿 你就感恩戴德吧 可恶 真的可恶 公司肯定早就想搞我 才用美人计的 我就不信 世界上所有女人都这么拜金 肯定有人发现 我的内在美的 当初我一穷二白 都能泡到成一起 那现在的我有钱有盐 怎么就不可以 我打开某探 给好几个看对眼的美女打招呼 都石沉大海 不应该呀 我打开前置摄像头 照了照 我还是这么帅 终于我收到了一个美女的邀请 我将她约到楼下轻霸 没有想到她一杯酒就醉了 比当初陈玉琪还容易搞定 天助我也 没有办法 作为一名绅士 我将人抱到我家里 砰砰砰 家门传来急促的撞门声 我不耐烦地开了门 五个大汉冲了进来 一下子就把我架住 你居然敢强奸我家妹子 你是要私了还是供了强奸 天大的冤枉 这可是你请我愿的事 各位大哥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我正要解释 那美女从卧室走了出来 轻蔑地看着我 然后一巴掌甩了过来 都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 还敢碰我 我明白了 我碰上些人跳了 他们打开我所有银行软件 逼迫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转账 随后又让我签了各种保证书 还有借条 完事后还不忘踹我几脚 这么大的房子 看着挺有钱的 结果身家十万不到 呸 又是一个穷鬼 拿了我的钱 还羞辱我 但我不能生气 几位大哥 钱你们也拿到了 不如把我放了吧 他们是帮我松绑了 但我一站起来又被踹倒在地 太欺负人了 我以为没了十万块就算了 毕竟他们人高马大 我也斗不过他们 倒霉的时候 喝口水都能噎着 安安爸爸 你快点来一趟市区医院 安安不小心把同学从楼梯推下去了 真的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我赶了过去 只见我儿子哭得稀里哗啦的 江璇 你怎么一回事 还学会打架推人了是不是 你妈平时怎么教你的 我一把扯住儿子的手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一顿再说 看在我这么不护在份上 那孩子家属 应该也舍不得我赔钱吧 即便如此 孩子家属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还一定要我进行赔偿 原本我想推卸责任的 但他们把警察也叫来了 没办法 我当着警察的面 刷了信用卡 垫付了两万元医药费 又给了三万元作为补偿 没有关系的 大不了我找我爸妈拿钱 填上这个窟窿 与此同时 我接到我妈的电话 至少让我先拿十万出来 我爸接到老师的电话 在赶来医院的路上突然凶闷 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出租车紧急将人送到了医院 刚刚一检查 真要命了 要马上做心脏搭桥手术 而我爸一直为了省钱 从来没有买过医保 这下十万都不够了 一夜间 我从有到无 从无到富 我找了所有人都借了个遍 但是借到的钱 也只是杯水车薪 再加上知道我没了工作 那些狗眼看人低的视力眼 更加不愿意借钱给我 甚至还有人笑话我 走出村又有什么用 考上大学又有什么用 到头来还不是都要借钱 因为是自费手术 医院的催脚费越来越紧 直到陈玉琪的出现 他帮我缴录我爸的住院费 我不知道他哪来的钱 但我知道他还是爱我的 患难见真情 说的就是这样吧 老婆 我们复婚吧 我深情地拉住他的手 我相信此刻他一定感动坏了 可他并没有我预想中的答应 而是抽出自己的手 然后嫌弃地擦了擦 被我碰过的地方 姜明杰 我们早就不可能了 他的嘴巴说出来的话 让人感到冰冷 他是怎么舍得的 我来缴医药费 不是为了你 如果不是叔叔阿姨 把我当亲闺女对待 我现在也不会出面 这些钱你不用还了 当买断安安的抚养权 你之后都不要见安安了 原来他打着这个算盘 我就知道 他舍不得安安 安安是他十月怀胎 拼了命生下来的 他不舍得 那他怎么舍得我的 陈玉琦 你的钱哪里来的 做了这么多年的家庭主妇 你哪来这么多钱 你不就是傍上大款了吗 你带个拖油瓶 那大款还要你吗 瞬间 我的脸火辣辣的痛 陈玉琦一巴掌 毫不留情地扇了过来 他是怎么敢的 居然敢打我 钱钱钱 你的眼里除了钱 还有什么 只有缺什么 才会一直说什么 如果当初为了钱 我会给你嫁给你 我图你什么 图你一穷二白吗 我图你当初老是 他是有责任心 婚后你变了 变得陌生 变得虚伪 但仔细想想 你不是变了 你之前是演技太好了 还有你以为 一个月两千元的 生活费很多吗 家里的房租水电费 物业费 柴米油盐 酱醋茶 安安的吃穿 学费培训班 你那些钱到水里 一点波浪都没有 家里所有事情 你都不会承担 就连看他孩子 你说帮我 他是我一个人的吗 你都不配当一个丈夫 当一个爸爸 失望是一天天积攒的 你可以花一个晚上打游戏 可以花三四个小时 陪兄弟 却不愿意花三四分钟 陪我和安安 你除了大男人主义 对我各种嫌弃 各种指手画脚 还会什么 你就是无能 面对陈玉琦一股脑的输出 我居然无力反驳了 铁了心肠的人 我还能说什么 归根到底 他就是嫌弃 没本事没钱呗 如果钱得够了 他还会离开我吗 你人都是虚伪的 等我赚到钱 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要让他后悔 他一个家庭主妇 都能赚到钱 我怎么都可以 在我投简历被拒了恩赐之后 我接到了我小学同学王军的电话 江哥 刚听说了你急需用钱 是有什么困难跟兄弟说 还差多少银行卡号发过来 我给你转过去 这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但我真的很需要钱 要还信用卡 要还给陈玉琦 我不能让别人小瞧我 更不能让陈玉琦低估我 王哥 你说笑了 这借了 我一时半会也还不了啊 我假意推脱看看 他是不是存心想借给我 那这样吧 我公司去一个主管 专门走船的 你给我打工 我给你预支工资 王军很是豪爽地说着 一个月给你开一万固定工资 每船还有提成 实在是太诱惑了 我还是选择了跟王军见面 看着他穿着西装 开着豪车 不羡慕是假的 他才小学毕业呀 凭什么 后来我帮他跟了几次船 每次船到港后 他都会给我 一万到两万不等的提成 才几趟 我就赚够了钱 还了信用卡 还赚了部分钱给陈玉琦 我也是能赚大钱的人了 我要让看低我的人都后悔 我相信他的话 决定铁下心跟他一起干 他就是雪中送炭 兄弟一起 不然这么轻松的工作 不找别人 就找我 十万块真的很快就赚够了 钱一够 我硬气地还给了陈玉琦 这么潇洒的日子 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而且 我马上要做老板了 王军要把他这么赚钱的公司转给我 他说 姜哥 你不知道 我一个人打理一家公司多累 看待这么多年的交情 我把我名下这个公司交给你 你别过意不去 我还是合伙人 年底给我分红就好 看着他这么真挚的眼神 我含泪答应了 这颇天的富贵终于轮到了我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在王军的带领下 终于过上了穿西装 开豪车的日子 我再也不用为了钱而烦恼 身边的女人一个接着一个 我就说 你人就是虚伪的 以前不看我一眼 现在个个都高攀不起 原来高人一等是这种感觉 但没有想到 我被抓了 在一个晚上 王军说 需要紧急运一批货出去 货已经在船上了 需要我过去监督 我车里夜色走到码头 船上安静的出骑 只有王军他堂弟王年 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人在 王年看到我 只是点了点头 就去开船了 当我的船被祭祀警察追赶的时候 我整个人是懵的 停船啊 你是怎么回事 我让王年停船 可是他并没有打算这么做 而是猛烈地撞击海警的船 你娘的 别爱手爱脚的 老子可不想进去坐牢 王年手下的两人冲了过来 一脚把我踹在地上 看白痴一样看着我 坐牢 我这不是正经公司吗 船上的 不都是正经货吗 直升机的声音 江面上的快艇 警察的叫喊 我的腿不由地直哆嗦 我不想坐牢 这富贵的日子 我还没有过够 我不能出事 疯狂的念头 让我害怕极了 我摸了摸口袋 这是王军给我防身用的折叠刀 江哥 别单看我们开豪车 这么光鲜亮丽 背地里多少人嫉妒 这把刀跟了我多年 今天我就送给你防身 对对对 我有刀 王军带我富贵 我不可以坐牢 我望着江面 只要跳下去 我就能逃命了 至于王莲还有他的人 抓就抓了吧 现在公司是我的 一切都是我的 王军还指望着 给他发分红呢 他肯定不想我有事 可事情还是出乎我意料 我被祭司警察捞了 像捕鱼一样往着 当一个小年轻警察 靠近我的时候 我用手上的刀 划破了鱼网 那不知死活的警察还想抓我 所以我一刀划伤了他 可即便如此 我还是被抓了 我被警察带上岸 是水太冷 还是今年的冬天来得太快 此时的我一直在抖 而王天和他的两个手下 也早已被警察抓住了 我们是冤枉的 我们真不知道船上有什么 船是将老板让开的 货物也是他的呀 将老板还要我们反抗 我们没有啊 这船也是他控制才撞到你们的 我们只是员工呀 听着他们的叫喊声 原来不是水凉 也不是冬天凉 而是我要凉了 在审讯中 我知道我有可能在牢里度过余生了 原来王军一直做走私的生意 而这么久以来 这么多单据 都是签我的名 再加上公司的法人是我 公司也是我的 我供出了王军 可他人早就逃到了国外了 王军等人都说是 受我指使办事 他们也只是打工仔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1条 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 黄金 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 或者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或制品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较轻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而船上 祭司警察收缴了来路不明的文物 以及大量的黄金 并且还有国家保护动物的制品 在后来的调查中 还查出 在我接手公司后 公司出现了偷税漏税等 再加上我袭警的行为 老李 我想了很久 才想明白 王军一直以来是把我当枪使 我拒绝了所有人的探视 直到电视台的记者过来采访 我说出了我的故事 记者问我 你后悔吗 嗯 我很后悔 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哪有不用努力就有的高薪收入 为了个该死的自尊 我活该被人利用 我明明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温柔持家的老婆 有可爱活泼的儿子 有爱我的父母 就因为我的不知好歹 让一切成了泡影 我本该承担作为孩子 丈夫 父亲的责任的 我本该听我老婆的话的 我真的错了 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错误的人生 根本没有重来的机会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